大家好,如果单指房子的造价一平米2000元左右足矣 所以100平米房子的造价也就20万元左右 当然这还是指高层的价格 如果是多层,房子造价也就十几万元 但是房子的造价和房子的成本是两码式 一般我们说房子的造价主要是土建、工程、给排水、消防、电梯等配套设施 这些项目总体加起来高层一般是2000元左右 多层1000多元 不同的地区材料、运输和工人工资等成本存在一定差异 价格也会相应的上下浮动 现在一套房动不动就上百万上千万 但实际100平房子造价多少呢 对于商品房的成本来说 房子的造价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由于其他因素的不同 房子造价占房子的成本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拿小城市来说 一般房子本身的造价占房子成本的一大部分 比如很多县城或乡镇的房价就在2000元左右一平米 但是对于大城市来说 房子的造价成本比例就很低了 比如北上广深等城市 一平的楼面地价几万元很正常 只是地价的成本就已经是房子造价的十倍之多了 大城市的人工成本 对房子所在小区的品质要求也很高 所以整个小区的园林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另外再加上营销成本 融资成本等等 所以房子的整体成本就高了 房子的最终售价和成本又是两码式 特别是近期 大家对新房的体会是价格不断攀升 但是房子的成本是一定的 所以房子的售价和成本虽然有一点关系 但是绝对不是一码式 决定房价的因素有很多 但是其实对房价影响最大的还是人们的预期 当一个地区受到一些政策或者经济形势向好的影响时 房价自然跟着上涨 但是在上涨的过程中 开发商又给各房者增加了很多美好的愿景 提高了各房者对房子未来的预期 高房价自然被接受 房价也就必然上涨了 对于我们买房子来说 只看房子的造价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谁也不可能把造好的房子成本价就卖给你 行情好的时候开发商可能会多赚一些 买房者就要多付出一些 行业差的时候开发商可能会少赚一些 买房者可以少付出一些 如果想成本价买到房子 除非你爸是李刚 钱的老铁 你们认为是这样吗 感谢关注 欢迎下方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